大家好我是歐醫師 又到了兒科女藝愛慰教的時間了 今天歐醫師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水痘這個疾病以及水痘這個疫苗 水痘呢因為它的病毒傳染性非常的高 可以透過空氣傳染 因此如果是沒有保護力的人 他處在有水痘病毒的環境當中 非常容易就被傳染了 水痘這個疾病它比較好發於年紀又小的孩子 但是如果年紀大的人 比如說大孩子或者甚至是成人 他被傳染水痘的話年紀越大症狀越嚴重 最嚴重的話可能會併發肺炎 甚至是腦炎造成智力的損傷 那感染水痘會有什麼樣的症狀呢 首先它會長疹子而且非常的癢 全身上下可能會長300到500顆這麼多的疹子 並且有水泡的產生 那如果不小心因為癢呢抓破水泡 還可能會併發皮膚的細菌感染 此外呢感染水痘的人他會發高燒 水痘之所以傳染力很強是因為它在出疹的前兩天 也就是還沒有長疹子還沒有症狀前兩天 它就有傳染力了 而這個傳染力呢會持續到所有的疹子都結痂為止 那如果是完全沒有保護力的孩子 尤其是新生兒被媽媽傳染到水痘的話呢 是非常危險的 其實我們會建議懷孕前 如果你確認你小時候沒得過水痘 也沒有施打到水痘疫苗的話呢 可以考慮自費打一針水痘疫苗 因為呢在產前的五天到生產過後兩天 這七天的時間當中 如果媽媽不小心被傳染水痘了 那這個水痘病毒非常有可能會透過胎盤 傳送到胎兒身上 而導致新生兒有這個水痘的感染 那新生兒感染水痘是非常危險的 有三成的致死率喔 我們台灣是從2004年的1月1號開始 全面公費施打水痘疫苗 也就是說2003年1月1號以前出生的孩子 如果家長沒有讓他自費施打水痘疫苗的話呢 要不他就是已經被 上學的時候被同學傳染到水痘 而天然感染得到了抗體 那要不呢就是完全沒有保護力 那這樣子的人呢 我們會建議可以考慮自費施打水痘疫苗 原因是雖然說有些人打了水痘疫苗之後 他還是有可能被感染到水痘病毒 而產生一些病狀 但是這樣子的人因為他身上有一些保護力 譬如說他長疹子可能只有50顆以內 沒有保護力的人他可能會有300顆以上的疹子 這樣子才可以得到完整的保護力 什麼樣的人不能施打水痘疫苗呢 包含了懷孕的婦女以及正在哺乳的婦女 是不建議施打水痘疫苗的 那如果施打水痘疫苗之後呢 六週之內呢 孩子應該要避免使用有水洋酸的藥品 因為呢使用這樣子的藥品 可能會產生不良的後遺症喔 打水痘疫苗會有什麼樣的副作用呢 我相信這是非常多家長會關心的問題 其實跟很多預防針一樣 濕打的部位呢會有紅腫 發熱或者是疼痛的情形 有極少數的孩子濕打完疫苗之後呢 可能會在濕打的部位 會產生一些很像水痘一樣的水泡或疹子 那甚至有一些孩子會有一點輕微滴燒的情形 這些症狀呢其實一兩天之內就會自己痊癒了 大家不用太擔心 那麼如果不小心被傳染水痘的話 該怎麼辦呢 威師曾經在門診遇到一個個案呢 他是姊姊被搬上的同學傳染 然後接著回家傳染給弟弟 並且又傳染給爸爸 還好他們小時候都是有施打疫苗的 所以他們的症狀比較輕微 就是呈現低燒 身上的疹子的數目呢 也真的是少於50顆 皮膚的發癢程度也比較低 而且他們痊癒的速度也比較快 跟沒有施打過疫苗的病患比起來呢 他們的症狀是相當輕微的 那這些病人呢 其實他的治療非常的簡單 就是協助他退燒幫忙他止癢 讓他不要去燒抓把疹子給抓破了 引起後續的皮膚的細菌感染就可以了 那也要提醒大家 因為在這個階段有輕微發酵的情形 務必要多多補充水分 飲食均衡營養好的話呢 也會比較快痊癒喔 以上是今天歐醫師有關於水痘病毒 以及水痘疫苗的簡介 也歡迎大家每週四下午2點同一時間來收看 兒科女藝愛味教喔 我們下週再見了 掰掰